大家好,我是龙飞,今天是3月15号,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天半复盘 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在外盘利好的一个情况下呢 今天呢,是再次站上了我们的一个五字均线 经过了连续的一个调整以后呢 今天的一个指数稳稳地收在了五字均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这里呢,是说明今天市场情绪的一个转暖 那么今天的一个北向之金流入了37个亿 而我们场内的内支呢,也没有继续出现大幅的流出 只是小幅的流入了3.88个亿 那么没有资金面的一个流出,说明空方力量逐步减弱 为什么这里空方力量逐步减弱 第一,是受到外盘消息的一个影响 因为昨天的时候呢,整体的外盘指数走得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就导致了今天的一个指数呢,并没有恐慌性的一个抛压盘 那么指数呢,也是再次站上了我们的一个五字均线啊 那么在今天的涨停板复盘之前呢 还是先看我们昨天文章对于大盘的一个点评 首先周二找盘呢,是恐慌之音出逃 再次创下了近期的指数新低,受到了五的均线加制 短期下行的趋势没有改变 盘中多热点带动市场情绪,结果呢,都没有反攻成功 我们周二的三一啊,和科大呢,都没有动 没有忍住呢,上了两层仓位的一个本川 目前的仓位呢,已经偏高了,达到了八层 那么科大和三一呢,是当做中档线去运作的 本川呢,也是当做短线去运作 不能够一直坚守,还是要寻找突破的一个方向 那么突破的方向呢,就是本川智能的一个突破 也是受到了6G的一个影响 那么为什么要上本川智能这一支标题呢 首先本川智能在昨天的时候呢 是打到了一个五的均线的一个上方 结果今天呢,是再次跌破了五的均线 而且呢,是出现了一个探底的一个走势 但是今天呢,依旧是没有动啊 虽然说出现了一个低开低走又拉回的一个走势 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收到五的均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这一支标题呢,依旧是继续的流 因为下方呢,还有一个施均线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支撑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像中国移动的总市值呢 一定会突破贵州茅台啊 所以中国移动今天的一个走势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 那么当中国移动啊,以及中国卫通 能够带动6G板块再次出现反攻的时候呢 那么相对于啊,本川这支标题呢 可能还会再有一波拉高的一个走势 所以目前整体6G板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本川呢,依旧是继续的留在了车上 那么像其他的两支标题,一个是科大 科大这支标题呢,在找盘的时候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冲高 结果呢,又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啊 今天的一个科大呢,也是跟随的板块 再次做了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走势 那么基本上呢,都打到前期的一个平台附近了 结果呢,还是受到抛威亚比较重的一个影响呢 再次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么这两层的仓位呢,没有达到55 我们暂时又是先不动的 如果按照我之前短线操作的一个思路呢 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就应该去选择下车了 但是呢,没有一个好的操作标的 那么只有继续的耐心的去坚守啊 所以今天的一个科大,依旧是两层的仓位 暂时呢,还是没有动 那么剩余的呢,就是三一重工 三一重工这只标的呢,走的是一带一路 那么目前的一个位置呢,也是逐渐有起稳的一个迹象了啊 但是依旧是没有走的板块当中那么的强 那么之前也是一直看好的啊 所以四层的一个仓位,也做了一个补仓 目前四层的仓位呢,今天同样也是没有去乱动的 那我们接着再看我们的一个文章 那么周二复盘呢,也是只选择到一只标的 中工高科这一只标的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中工高科整体的一个走势 中工这一只标的呢,在早盘的时候呢 也是直接开到了五字均线的一个下方 但是经过了连续的一个拉伸呢 这只标的的适量能力气还是比较高的 打到了五字均线以后呢 一直是属于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么在午后的时候呢 是再次一波拉伸,站上了五字均线啊 但是由于今天没有合适的一个仓位了啊 已经达到八升仓了 所以这一只标的呢,也是没有去选择上 那么这一只标的,如果今天去上的话呢 应该也是会选择站在五字均线左右啊 也就是在39.5元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在这里做第一波拉伸的时候呢 应该会有一个上车的一个动作的啊 因为这里呢,也是刚刚站上五字线 但是如果没有上的话呢 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能够继续的去关注了 今天的一个文章当中呢 依旧会继续的关注这一只标的啊 那么再来看 我们接着往下去看我们的一个文章 那么趋势的标的呢,需要配合大盘逐步其稳 大部分的标的呢,都是跟随着大盘的走势 所以三一和重工呢 和科大呢,是目前属于较低的位置 不打算出局 继续耐心的等待 本川呢,要看六级板块能否持续发力 中国移动超越贵州茅台 应该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那么首先我们不仅要看中国移动 还要看近期的一个热点标的 就是中国未通 中国未通这只标的呢 昨天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个上一线的,有资金呢 是出现了一个砸盘的一个迹象 但是这只标的呢 也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个连扬 当时为什么没有在这里选择中国未通 第一由于大盘指数呢 是属于下行的一个通道 我觉得在十字均线呢 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所以当时没有选 结果呢 它是一个打到五字均线以后呢 直接啊,连续的出现了一个拉针啊 但是错过了 那么就只能错过了 只能够继续的去关注 那么中国未通昨天呢 在经过了一个回踩 尾盘的一个回踩以后呢 今天再次重新站稳到了五字均线的一个上方 盘中虽然说有两次以连续打的一个迹象 但是下方的成见呢 依旧是比较强的 也是由于目前的一个6G板块呢 暂时还没有出现爆发的一个迹象啊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个中国未通当中呢 还是有这种一定的一个赚钱效应 所以今天市场的成见呢 也是非常不错啊 阻力呢也是形成一定资金的一个净流入 那么这也是今天没有去下车 本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那么周二的场内资金呢 是流出了近百亿啊 北向呢也是小幅的流入七个亿 内支呢还没有气稳的迹象 因为近期出去了资金呢 还没有找到合适进场的点位 这个位置下车的都是等待回补下方缺口 在3200点附近在进场的 等空转多的时候和明确的信号才会进场 目前的状况呢外盘不明朗 内支不定场 创业板指数超低 已经先到达了底部的区域 剩下的呢就是调整到位 何时站上五日线 才是多方反攻的一个开始 那么昨天的视频中也和大家说了啊 近期呢需要更多的关注 3200创业板块 创业板在今天找盘的时候呢 也是一度站上了五日均线的一个上方 但是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里又是为什么 当你去看到宁德时代啊 这一支标的今天整体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呢 你也就能够明白了 因为宁德时代呢是属于创业板中的第一大权重啊 所以当宁德时代出现冲高回落的时候呢 将会绑架创业板指数呢 同时也出现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宁德时代没有出现上涨 导致我们的一个创业板指数 再次出现回落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今天呢已经有了逐步企稳的一个迹象 因为今天呢没有比昨天的新低更低 同时呢也比昨天的一个高点更高了 同时呢有五日均线上攻的一个动作 加上今天的一个主板已经站到了五日均线的一个上方 所以目前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短期下跌的趋势呢 已经逐步的开始趋于稳定 那么明天就要在这里和下方的一个五日均线 再次做一个选择 因为单根K线呢是没有说明办法 说明很多问题的 因为很多的资金呢有先知先觉 那么很多的一部分资金呢属于后知后觉 所以明天呢市场呢将做出一个方向的选择 如果五日均线不破 那么两根K线将能够说明 目前的一个指数呢已经趋于稳定 具备了逐步上攻上方均线的一个动能啊 那么再接着去往下看 那么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呢就啊 整体的涨停板加速呢还不是很多啊 还是一家一家的去看啊 那么恩亚光凯隆凯隆呢也是昨天破位的一支标的 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支标的 昨天破位了以后呢原以为会回踩十字均线 结果呢是一根大阳线啊 再次占到了两市赏幅排榜的第二名 那么凯隆高科呢目前的一个上攻趋势呢 也是再次得到了一个延续 但是目前的位置呢肯定不适合上的 因为这一波是以十字均线作为支撑啊 所以下方呢同样也是以十字均线作为上车的一个真正均线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高铁这里3001688也是没有出现涨停的 今天还有一支标的就是昨天关注的一个法尔胜啊 法尔胜这支标的呢 昨天是三连板啊 今天呢也是低开了 但是没想到尾盘呢是再次出现了一个拉伸 没有打到涨停的一个位置 但是今天的一个走势呢 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华电封城目前的一个市场呢 连板是非常难做的啊 只能够做一些目前相对来说啊 走的比较不错的一些涨停板的一些标的 纽维新疆啊 这里涨停的红叶期货啊 是属于今天涨停的一个标的啊 也把它加到今天的支选当中 哈空调啊 这里的一些标的基本上呢 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关注度了啊 海信家电 海信啊 目前呢还不是历史的一个新高 历史的新高呢是20.34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财务面啊 这里是股东中说3.8万 人均持股呢达到了2万3 那么目前呢 是有机会突破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20.34的啊 等突破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做一个关注 中国西电四川黄金啊 返利返利呢 也是目前的一个三板 那么目前市场的一个高度呢 也就是昨天的一个法尔胜 达到了目前的一个四板 但是呢 今天呢 依旧走得非常强势 北方国际目前呢 也是三天走出了一个二板的一个节奏啊 也把它加到今天的资源当中来 蓝石重装 金利泰啊 到目前为止呢 就全部都已经复完盘了 那么像法尔胜这支标记呢 昨天也和大家说了啊 今天呢 应该是正常应该是低开的 因为市场对于他的关注度 昨天的一个天地板也是打到五次均线附近呢 有资金精准抄底 再次用几百万的一个资金呢 直接把它拉到了一个涨停的一个位置 今天呢 也是打到了五次均线 顺势再次做了一个延续啊 没有想到他依旧呢 能够走得这么的强 那么昨天抄底这里抄底的一个资金呢 成本均价呢 应该是在五点四八左右 今天呢 已经有所获利了 但是至于有没有走 还是要看近期的一个龙虎榜啊 那么今天选择到的标的呢 应该是法尔胜啊 红叶以及梵利 北方国际 那么今天适合上车的标的呢 我们依旧是采取低息的一个模式 目前八成的仓位呢 已经是比较高了啊 明天我们就要看本川 有没有下车的一个机会 那么短期来说 像三一以及克拉逊飞呢 会继续的留在车上 会做一个关注啊 那么如果没有拉高的动作呢 依旧会当做中长线的一个趋势标的 继续的去耐心的等待 那么今天的涨低脉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